大家好 我是艾迪 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这个就是算是2023年 我第一个正式 开始录的一个视频 之前那几期都是12月份录的 然后在1月份发布的 通常我都会在圣诞节和1月份之间 做一个假期 让自己休息一下 今年也不太例外 说实话在过去的这三年以来 其实我很少能够有 特别特别享受自己去拍摄的过程了 因为不是要录视频 就是要拍一些样片进行一些设备的测试 正因为我想要把这件事情能够长期长久的继续做下去 那我就需要调整一下心态 所以在过去的这一个月里来 我基本上就是拍照 每一次来这儿录视频我才想起来 然后我就开始怪我自己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地儿拍视频 太折磨人了 差不多每隔两分钟我就得停下来 等双向的地铁路过 所以今天这个受伤大家就凑我听吧 所以当我自己做了三年之后 我才真正的理解当其他的人分享他的做这个频道视频的这些精神上的折磨 然后心理上的一些出现了一些问题等等 我才自己真正的意识到他们说的是真的 到了三年我发现我也有这么一点 我觉得发现还算是比较及时比较早吧 所以我在不停地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态和工作的方式 但是很遗憾的是不可能说昨天我有一个想法 我不想去拍人像了 从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就开始跟这一切说拜拜了 是有很多网络上的内容会写着辞职去旅行 辞职去干什么 但是然后呢 我认为辞职去干一件事情这个不难 但是难的是之后做这件事情能不能长久 未来怎么办 否则呢 它就会变成一个循环 那之前分享我做了摄影师十年 我不想再拍人像了 然后呢 我就做了这个频道 那拍了三年 我也发现 呃 似乎现在所做的有一部分也并不是我喜欢的 当爱好变成职业的时候 是一件好事 还是一件坏事呢 我对这个问题其实思考了很久 因为我自己其实就是从爱好变成了职业 而现在我又企图想要把职业变回爱好 所以在爱好职业生存这几样之间的平衡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有挑战性的 嗯 我想每一个人都在不停地为之而奋斗 用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去挑战着每天的生活 我相信都会很不容易 无论是不是摄影其实都挺难的 所以只能说加油吧 我相信有一天一定会实现的 当然任何事情在一开始不仅仅是摄影 任何事在一开始做 其实在生存上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特别是如果我们心无杂念只是想做好一件事情的话 在现实当中的阻力实在是太大了 而最重要的是能坚持下去才是一个最重要的 所以我也希望能够继续地坚持下去 今天这天这日落还有戏吗 本来我觉得概率5050 现在我感觉希望稍微有一点渺茫啊 所以在整个的1月和2月初的所有拍摄 我几乎没有拍过任何一次视频 感觉挺好的 真的是特别的轻松 特别的享受每一次的拍摄 那种毫无压力 您能明白吗 那种毫无压力 就是我不用去想着 我今天必须要完成一个视频的拍摄 我这段B-roll是不是采购了 然后刚才所说的这些话 是不是都已经说全面了 有没有漏下的点等等 完全没有这些压力 就是拍照 就是拍照本身 完全不想 什么都不想 就是拍照 所以我特别享受在早上来拍日出 这是我见过距离建筑 最近的炉标了 都快贴到楼上了 纽约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吵的城市 比我所去过的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吵 特别是在这个河边公园 既有船 又有桥上的车 地铁 天上要直升飞机 别说录视频了 您就是在这走走步 遛个狗什么的 您都会觉得特别的吵 但是在清晨 也就是太阳都还没有从地平线升起来的时候 这个公园是另外一个样子 整个城市也是另外一个样子 无比的安静 就感觉这公园全都是我的 就我一个人 偶尔有那么几个跑步的 还有早上可能晚一点会有工作人员在这做一些清洁的工作 感觉特别的好 拍日出这事我觉得真的是对我拯救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我真的是推荐压力比较大的朋友们 也去尝试一下 日出不用天天去 哪怕就是一礼拜去一次 两个礼拜去一次 感受一下就好 真的真的 我觉得特别 就形容不出来这个感觉 您一定要亲自去尝试一下 我觉得特别好 就是唯一的困难就是得早起 像现在冬天其实还好 就是冷点 但是日出的时间差不多在七点左右 到了夏天日出的时间就是早上五点了 那就起得更早了 所以在开车这会儿 大家还能抓紧时间去感受一下日出的美丽 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就是 在一个城市居住久了 就会对熟悉的环境变得开始厌倦了 觉得没什么意思 所以也就没有了最早当初拍摄这个城市的那种激情 看天空打开了一条裂缝 有一点光已经照过来了 这边 那如果这边也能打开的话 那就太棒了 在同一个城市住的久了 就觉得没什么劲的 没什么可拍的 该去的 该拍的也都去过了 不管拍的好不好吧 反正照片都拍过 就会觉得没有那么的有新鲜感和拍摄的动力了 最近我尝试了一个我觉得很有用的一个方法 就是放慢脚步对每一次拍摄不要有太多的期待 我认为自己之前经常会觉得今天一定要是一个完美的火烧云的天气 我今天一定要拍到我想要的照片 但事实上很多次我都没有拍到我想要的 时间长了呢就会有一点消极 或者说拍不到自己想要的照片 就觉得会有点抓狂 我是觉得这个事必须得要放松心态 不要过于认真 还是每一次会很认真的去准备今天的拍摄 但是我指的是心态上 我试图的让我自己变得不要有太多的期待 就是就当今天就是出来看看景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然后拍点照片 能有漂亮的日落呢那太好了 如果没有的话呢得嘞就是它 实际上一年要想拍出个二三十张特别棒的作品 是挺难的 可能这一年连十张都出不来 天气 时间 都有原因 谁家还没有点自己的事啊 都是成年人了 就弄个小猫就都挺忙的 就更甭说 您要是家里上有老下有小 真的是很忙每一天 能真正拍照的时间就变得很有限了 很多的拍摄景点我都会来特别多次 像我在的这个公园 布鲁克林大桥公园 如果您看过我之前的视频 就会发现我经常来这拍 几个原因吧 可以坐地铁来 可以开车来 可以坐船来 非常的方便 主要是因为这儿可以拍到纽约下城的天际线 所以出片率我感觉是非常高的 再加上它的环境很好 有河边 然后现在还盖了个购物中心 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季节来拍摄 出来这笑话还真不一样 您看今天这个 停了这么一船 估计这块要施工 所以这个位置呢就拍不了了 我再找找其他的机位吧 现在天空上了一点色 比刚才好看多了 但是我也没太着急拍 现在慢慢的就是在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态 开始习惯 并不是每次出来都可以拍到所谓的大片 一定要有特好的天气 没有就没有 有就有 所以我也希望能够传达和分享这样的一种想法吧 不要让大家觉得摄影师每一天都在拍大片 实际上也并不是 这是摄影师职业生涯里边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现实 特别是咱们要拍的是户外 跟大自然做朋友 一点折都没有 说下雨就下雨 说阴天就阴天 坐船还来不了这儿了 人家码头关了 有一个我自己都不愿意承认 但是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 那就是新的摄影设备 会重新带来这种对摄影的热情 但是它会停留的比较的短暂 也就是过不了多长时间 就觉得又回到了原来那种状态 这可能最终就会导致了不停的想要购买新设备的这么一个想法 其实也许并不是手上的设备不够用 而是失去了对摄影的热情 想要寻找一点新鲜感 自从黑五我买了尼康的第850之后 最近这两三个月里边我都只用这一台机器 一开始是有新鲜感的 到后来就没有了第一个月那种感觉了 对于我来讲我认为熟悉一台机器 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停的用它 尼康的相机对于我来讲非常非常的陌生 富士相机可以说我特别熟悉了 尽管三个月没用 我拿起来还是会知道这些功能都在哪 因为我已经研究了很久了 但是尼康的相机我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也就是没有一个大脑和肌肉的记忆 有些时候一些功能我还要找半天才能找着 所以我认为最好的方法还是多用多拍 再者呢我也希望能够减化一点设备 以前我都是带两台相机出门 那最近我在尝试就带一台 甚至于一机一镜出门 所以说无论是换设备 换拍摄地点还是什么 只要能够保持住这种对摄影的热情 我觉得就是神秘 就别想它多了 只要能继续拍下去 我觉得就行 好嘞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视频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艾迪 咱们一起玩摄影